哈喽大家好我是Sam 经常呢我也会收到这样的先辈们的要求 要么就把我的手砍掉给你 要么呢就把你的头寄过来 实生一个非常不现实的问题 那么怎么办呢 重本了我 为了尽可能去满足大家的需求 所以呢我就决定要开一个新的栏目 就是拜托拉Sam 好那废话不多说 直接邀请我的朋友就过来做吧 嗨我是Ryde 好那我先问一下 为什么要参加我这个节目呢 因为感觉自己研究一些小 平时也不太会打扮 所以希望能让Sam老师帮我讲 拜托拉Sam 好我先分析一下他皮肤状态 他实施脸颊两边呢会有一些痘坑 到后我会把他的痘坑尽量的去填补 他实施脸颊除了黑眼圈比较严重之外呢 他的肤色还是挺均匀的 眉毛可能是因为他是本来有修过 我觉得是比较修气 但是男生应该要刚一点 他的单眼皮 我会给他画一个内眼线去调整眼型 他唇色呢是有点苍白 显得没有气色 我会给男生打造自然的唇色 因为有偶一的习惯 他嘴边也会经常冒动 他整个妆容的调整呢都是注重的一些遮瑕的位置 好那我分析一下他的三屏五远 其实他的三屏呢中屏是比较偏长的 反而下屏会比较偏短 我可能会在他的下发做一些些高光 协调一下整个比例 眼影会画一些比较刚的眼影 等一下会做一个示范 男生长发比较蓝打你 他头发是比较毛躁的 我会用一个垫棒去把它调整一下 别话不多说 我会先给他一个皮肤健康处理 把油脂擦走 OK那为了专前产品简单一点 所以呢我直接会用一个法国道法来 给他一个基础的补水保湿 第三步呢我就会给男生做一些填充毛孔的装填产品 一打圈的方式 会让他的毛孔看起来更细腻 像这种大的痘痕呢 我们只能弱化 并不能全部填充的 那痘痕还有救吗 其实痘痕呢靠化妆是很难帮助 有真正的改善的 只能靠美美 因为皮肤组织一坏死了 所以要做微震或者是点震 让他再生 那一般男生呢我希望他的妆感是有妆 15妆我会选择用一个素颜妆来调整 他基本出色 所以这一次的改装 我会给他用半一粉底 那因为男生都很少去护理唇部化妆前 我都会先来给他护一个唇眉 软化死皮 最后上妆的时候呢会比较自然 他的痘痕呢都是半火的 所以我会选择这一些绿色的遮瑕 先调整 你用绿色的遮瑕 你用不上底的 你怎么把这个绿色的遮瑕 那像刚刚花花音的那位小姐姐担心的就是 绿色痘痘 怎么样去调整 其实呢绿色就是为了遮盖后衣 然后再用副色会更好的遮感 ok那半年结束了之后呢 我现在选择一个控油的蜜粉 让他整个妆感露面起来 看看两边你们的嘴边 我会把他的眉毛搭成一点 我会用进行生肖 把他的眉毛搭梳理一下 这样会让整个人精神了很多 那最后我会用一些修容产品来辅助 让他整个目光看起来比较阳高 所谓的阳高就是以棱角的效果来打 也就是直角 我现在选取一个比他辐色白一点的 遮起来来拉长他的下巴 ok那我接下来就画眼线 那这里就画眼线 其实日韩很多明星都是画一个星际的眼线 这样从视觉上达到一个改变眼型的效果 不会画得很突兀的 然后我只会加深复复复 我发现两边脸呢 这边会偏大一点 所以那会稍微做调整 那最后我上唇色之前 我会先把唇头印走 这样的手法呢 其实是不会让底方衬抹 他唇色有一点点不均的 薄图是这样的效果 所以呢只是调整一下身体的唇色 男生一定要有妆组妆 ok我把面里的妆容呢 已经是完成了 所以先给大家看看对比 这边是只打了一个初原妆 然后这边是完全看不出有妆感的一个裸妆 特别适合男生 男生长发的话 如果不打理会显得很毛躁 我会用一些哑观的法力 稍微给他打理一下 那我对他的妆化呢 已经是改造完成了 我也会给他在服装上有一些小改变 让他看到不一样的自己